昨天是臺鐵太魯閣號事故的三週年 交通部長王國才和罹難者家屬 重返事故現場舉行追思會 家屬委任律師對一審判決感到失望 希望在二審還原真相 接著來看我們的報導 時間是上午九點二十八分四十五秒 一輛開往花蓮的一元U3000 薪資強號行金太魯閣號事故現場 出了隧道口鳴笛三十秒放慢速度通過 現場家屬與交通部官員現況之一 心裡的痛還是無法抹去 只要到了這個時候 其實家屬們其實心裡就是思念親人 其實那個痛是永遠會存在的 雖然事故已過三年 但家屬內心的煎熬沒有停過 對肇事包商李逸祥的一審判刑 感到無奈 更對外籍移工華文豪被判無罪難以接受 交通部長王國才和台鐵公司董事長杜薇 也到場致意 強調零四零二太魯閣號的事故 是對台鐵改革的重要關鍵 現場最後以約會方式表達對罹難者的追思 親友也在小卡片上寫下思念 一場人為疏忽的公安意外 帶走49條人命 家屬的心不知何時才能平復 記者文家凱 歡迎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